爱过呀 爱过呀 别哭了 好了 打得不要哭 不算是 这种犯态都是ember以前从未见到 也有见过山寺行鉄的心境 连处都没有可禮止世界来 殘忍 我們一定要找到驚覺古城 對 我們一定要找到 天狼身完成心願 愛顧 我們一定會 找到驚覺古城的 你就放心吧 王 要不許咬聽呢 這位小哥兒 我剛剛是想先出去 解開拴駱駝的繩子 要不讓一群把駱駝們 砍成骨頭 咱們就是想跑都跑不掉了 不是我自己先要逃命啊 你甭跟我說 頭要解釋 就跟我的槍解釋 老爺子 咱們在沙漠中一同見到了 吉祥的白駱駝 這都是古大的事 他老人家認為咱們是兄弟 都是虔誠的信徒 所以 我們都相信 背叛朋友和兄弟的人 胡大 可是會懲罰他 讚美安拉 胡大是唯一的真神 咱們嘛 都是頂好頂好的朋友和兄弟了 真主是一定會保佑咱們的吧 小哥兒啊 這幾天瓜蜂 與駱駝們都不行了 胡先生 陳教授好像受得刺激不小 我怎麼勸都沒人 你去安慰安慰他吧 哦 好 陳教授 阿里滿說駱駝都累壞了 要不咱就改開十一號 十一號 怎麼開啊 陳教授 你怎麼連十一號都不知道啊 就是拿兩條鎧走路了 這兩隻腳並排走 不就是十一號嗎 那 那好吧 隨後的這十幾天裡 考古隊在黑沙漠中躍走一瞬 最後失去了自獨安慰的從前 連續幾天 躲在原地兜蓋的圈子 我看著這些疲憊以及 最終爆裂的人 我知道他們差不多到了極限 鬼吹燈至驚訣鬼子 第三集 驚訣古城 梁娜小姐啊 我們還往前走嗎 再往前走 糧食和水都不夠用了 如果一兩天之內 再不走回火火 往回走的事 就得再落地吃了 是啊 不大只允許咱們 走到這裡啊 胡隊長 巴利馬老先生 那位英國太賢家 也是在黑沙漠深處 失去了自獨安慰的踪跡 我們不能放棄 兩座巨大的黑色磁山 迎著夕陽的餘灰相對而立 如同兩位身替黑甲的圓骨武士 之後 只要穿過像大門一樣的珊瑚 就能出現傳說中的城市 兩座山 這麼說來 我也聽人說起過 黑沙漠腹地有一紅一白 扎格拉馬神山 傳說是埋葬了先生的兩座神山 如果傳說和英國太賢家說的沒錯 此山應該就在附近了 顧先生 今天晚上 就要再次用到你天心風水術的本事了 別忘了 咱們先前說過的 找到經絕古城 成金多付一倍 好 今天晚上我就試一試 如果找到那個 扎格拉馬山 那就多給錢 要找不到 咱就必須打個回頭吧 胡隊長 小燕暈過去了 什麼 胡老弟啊 你快來看看 讓我看看 莎老師 我不敢 我不敢放棄 我不敢放棄 都開始說胡話了 胖子 那駱駝背上還有點奶湯 快拿過來 好 胡老弟 最後點奶湯了 都這時候了 沒什麼可惜了 我這兒還有些藥 讓他一起吃的 啊 他啊 大概是患上了幾性脫肩症 對下可麻煩了他 胡隊長 你救救他吧 現在無非就是兩條路 一條路就是今天晚上 動身往回走 回去路上 最後幾天要吃落吃落 喝點兒 鹹沙窩的水 開十一號 即使這樣做 也不能保證 葉怡新的生命要求 還有一條呢 另一條路是硬著頭皮 繼續找進絕肠 如果城裡有水難 他就叫小米二十三成 這兩條路要選哪條 大家一起去看 你現在這麼年輕 我們要對他的生命負責 再說了 我們已經失去了愛護 不能再失去小葉了 我跟你說啊 我這腰圍都瘦了整整兩圈了 咱要再往沙漠深處走 乾脆以後你們別叫我胖子 叫瘦子放了 我提議啊 一刻也不多聽 太陽一落下 咱馬上往回走 說不定回頭還能剩下彎頭 其實並不是這樣 第一條路雖然穩妥 但是沒有補給到足夠的清水 回去的路將十分艱難 第二條路相比之下 雖然比較冒險 但是我們已經來到 扎格拉馬附近了 有六成的把握找到驚覺 楊小姐說的是啊 我也希望能在古城的遺跡中 找到清水 就業以新的命 回去的路上喝鹽水 身體健康的人都勉為其難 更何況她病得有這麼嚴重 要是往回走 那就等於宣判了她的死刑了 我贊成往回走 吐劍你呢 我 我不知道 那不算吐劍 我們現在是二對二 就剩老爺子你了 老爺子 你可得想我 你的話 關系到業以新的生命 你覺得現在咱該怎麼辦 我嘛 當然是聽胡大的指引嘛 天上只有一個太陽 世界上也只有一位全能的真神 胡大會指引咱們的吧 那您倒是趕緊問啊 胡大的老人家怎麼說 胡大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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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老爺子 還有完沒完啊 胡大嘛 已經給了咱們啟示了 我這兒有一枚五分錢的硬幣 跑上去 滋的一面是繼續前進 跨的一面是按原路返回 我們請這裡年紀最長的陳教授 跑到天上去 落下來的結果便是胡大的指引 哇操 這是胡大的意思啊 山地啊 什麼 山地啊 哪就是炸給老馬山 什麼 一道黑色的山脈 在萬里黃沙中 有如一條靜致的黑龍 從山脈中結斷 中間有個山口 這日記上的話我都能背了 你們看 這一切特征 都和英國探檢家那本筆記中記載的 相一致啊 這 這不會是海人順樓吧 不可能 那黑色的山脈 不止一次有人提到過 它絕對是真實的 大家看 我的指南針也不穩定了 那兩座肯定是磁利山 真是踏破鐵鞋無比處 那好 也不用商量了 今天傍晚 向扎格拉馬出發 我帶領一個派引擎出發了 我們的錶早已停了 也不知道最近怎麼多了時間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了 山脈也越來越近了 我暗自的估摸著 快一天亮了 大伙兒啊 怕是不大不肯讓咱們向前走了 趕快推回去才是 少廢話 逛街島 胡隊長 還有多少路 我怕小夜不行了 什麼話 我們小夜能有事嗎 到城裡 冷原水一喝 保守得好 大家再忍耐一下 就快到了 太陽 太陽出來了 那邊 那邊是 堅決古城 什麼 我們終於找到了 和我手中的照片長期完全一樣 時隔兩千年 驚絕古城的遺跡 果真還存在於沙坡的最深處 太好了 你們 大家快進城吧 重見 顧小夜 一會兒就有水喝了 重逃了 重逃了 你看看他 愛國 愛國啊 你不是一直 想看看這座神秘的古城嗎 我們終於找到了 我們找到了 郝老師已經走了 讓他安心了 可惜他到最後 都沒有看到這座 奇蹟般保存下的動作 可他的心願 都還靠原來完成了 你可見媽媽要振作一些 那 楊大小姐 咱們已經到了驚絕 按合同上的約定 兩萬能進 我知道 現在提前可能有些不太合適 你說兩萬 一共四萬美元 現金你也算 你們放心 錢一分都少不了 回去之後馬上給你們 那楊小姐 那個城市規模不小啊 經過這些日子的接觸 我看你們兩個都是伸手飛俗 經歷也是不凡 想不到你們就只認識錢 看來我對你們的第一印象真是沒有錯 我還是勸你們一句 生活中除了金錢還有很多寶貴的東西 楊小姐 你是珠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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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就是華爾街巨了 我想你吃飯肯定沒用過糧片 所以你不了解我們的生存環境 沒有資格評判我們的假日觀 還有 你也別一口一個生活教育我們 窮人沒有生活 窮人只有生存 反正這些道理 跟你們有些人說了 你們也理解不了 今天我實在是忍不了了 你要不愛聽 就算我沒 咱們現在找到敬虧城 接下來怎麼辦 您敬虏分我 方子 野心還在你背裡 快去找水源吧 楊小姐 韓老師的事 我已經盡力了 對不起啊 方子 把鏟子拿來 各位听着 这是好爱国的眼镜 进沙漠之前放在我这 我把这东西埋在这了 宫兵铲也插到这了 算是给好爱国留下个母杯吧 别哭了 适者一句 还要救活着呢 必须马上进场巡逃 否则第二个被埋在沙漠里的人 就是业一心了 好了 我们走吧 那你们去 我不去了 靠 老头你又变化了 沙漠里死了同伴 是不祥的征兆吗 我不去 好吧 那你留在这扎下营地 看管骆驼和行李 老胡 他又跑怎么办 万一这老头临阵脱逃 把你晾这儿 没有骆驼 我们就要开着十一路回去吧 没事 我去跟他说两句 老爷子 胡大怎么惩罚 收吼和背信其一 这个嘛 会让他家的钱嘛 变成沙子 连他的盐爸嘛 也一起变成沙子的嘛 最后活活饿死 想死在黑沙漠里一个样的嘛 死后也要下到热杀地狱 遭受一千八百种折磨的嘛 你知道就好 我们走吧 不会错了 这里就是精诀古城了 是啊 没想到我们真的能到这儿 这里有磁场 连飞机都到不了了 我看这座精诀城的规模 足可以居住五六万人 小小楼兰当时的临上时期 也不过是一两万人的居民 三千余人的军队呀 传说这座城 曾经毁于战火 连军进攻龙王宫的关键时刻 黑沙暴把精诀古城 埋在了黄沙深处 没想到 我们真的见到 你们看 房子虽然大半路在沙漠外边 可是屋中的黄沙 却是堆在房顶啊 看来传说是真的 来 我们一起到里面看看 陈教授 叶一心这小姑娘还病着呢 救人是最要紧的事 对对对对 你看我 好糊涂了 太激动了 救小叶要紧 咱们快去王宫 这沙漠中的王国呀 都是修在地下河接近地面的地方 有的地宫里就有河流通过 王宫呢 一般都在城市的正中 我想啊 那里一定有清水 嗯 教授 我们一起去找水源吧 是 太让人失望了 然后看看觉得还行 温泉里头一看 什么都没有 全是沙子和懒目 对吃的 他妈还能够 我想看那天 老公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什么的 我最想吃哈米瓜和马奶骨头 有块儿稀我也行 哎 你说 我越说越可 你怎么这么冒烟啊 待会儿找到地下河 我得先跳去稀了 这金爵女王神前的生活 我设计啊 肯定经常想用金方 出来的一根稀 我那稀哥就算保存到现在 也多半变成稀哥石了 哎 陈教授 还有多少路才能到王宫啊 我看这王宫啊 没有可能修在地下 城中的沙子太多 咱们到黑榻上 从高处观看 看能不能 哎呀 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啊 什么情况 大家快进来 这座塔就是关键 大家快进去吧 我和胖子一前一后 教授 怎么了 看来我的推测没错 之前咱们在一季中 见到的那些 聚同十人像的源头 就是金爵国的一部分了 教授 我推测这黑塔 是用来显示给动作定位的 每层的石像代表了不同的动机 第一层是牲畜 第二层是普通人 相当于奴隶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地下应该还有一层 摆放着地狱中的恶鬼 刚才我看了 塔顶的石球 是个眼睛的造型 第三层 就是这巨通的人像 巨通石人和眼睛造型的图腾 代表着这个民族 对眼睛的崇拜 那我们快上去瞧瞧 在京爵国 地位更高的是什么 小玉啊 就连我这水平的都能猜出来 我敢打赌 上面肯定是女王雕像 这什么东西啊 靠 蛇身人头 那么正义 跟条蛇似的 这似乎是王国的守护神呢 你们看 他头上也有一个眼睛形状的黑球 看来 鬼动人真的相信 眼睛是一切力量的来源 守护神的地位 还在女王之下 看来警局女王 确实被神化了 那教授我们快走 去看看第五层 是不是那女王的雕像 月薰醒了 醒了 我看看 她的脱水症还是十分明显 不过暂时不用担心她的生命吧 既然醒过来了 那么一两天之内 用大量的冷盐水治疗妥药 点无大量 那我们快上第五层吧 靠 你俺女朋友醒都不关心危险 那么猴急 我 我这也是 大家快上来看 怎么了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是不是被盗了呀 这不好说呀 看看上面一层 才知道这里究竟有什么名 大家快来看看 这里有座雕像 什么 雕像 我看看 这不跟刚刚一记里那壁画 画的一样吗 这女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怎么连雕像也不以真面目示人啊 你以我看 就是顾问玄学 什么西域第一美 国外是个见不得人 丑八怪的 手刀真是这么藏着一页 怕被人看过 不过这身本 真说不过错 谈的不成 调的要还顺 我这胖子你积点嘴格 这都死了两千年的人了 你还看人家身条好坏啊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是虚数空间 没错 在守护神之上 是一个无法形容的虚数空间 而女王又凌驾于其上 就好像她完全控制着这个位置的空间 这说明女王的力量也来自于她的眼睛 不会啊 难道这世上真存在这么一种超乎人类常识的空间 那女王还能透过眼睛控制那个意见 那她岂不就是妖精啊 你们不用紧张 这些古代的统治者呀 多是利用这些神话来愚弄百姓的 这才能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啊 对吧 我老弟啊 你对风水的见解偷外高明了 你看这城的风水如何呀 教授您看 那边黑色的山脉中间断了 依我预见 这中间的山谷是人宫开枣而成 山中开出来的石料呢 可能都被用作了城中黑塔和石人的原料 我想王宫和古墓确实都在城中地下 不过不是挤在一起 都可能是分为三层 地上这层是城堡 地下一层是王宫 最深处便是京爵女王的灵琴了 京爵国力真是强大 却使得周边小红十万能力 连那扎格拉玛山都能硬生生地开出一条山谷 那还不快呢啊 水卖都在那儿了 好 我们这就出发 应该就是这儿了 咱 我把门扎开来 大家后退 捕成二刀 好了 这里可比外边气太多了 我数数啊 一二三四十六根柱了 是啊 石门把沙都堵在外面了 里面沙一点都没有啊 那是什么呀 大家过来看看啊 玉制眼球 我靠 老胡你看 这玉石中间还有天然形成的红丝 蓝色同盒 都可以乱真了 怪怪 这个东西一定价值连城啊 不往 我们这次不往出生如此进一趟沙漠了 这可真是个神器啊 要不是亲眼所见 哪能相信世上有这等保护啊 看我把这下来 别拔坏了 快住手 拔不出来 还好 这是什么 这机关上的花纹 似乎有点眼熟啊 玉佩 对对对 王老弟啊 这花纹和你那枚玉佩上的一样啊 这样对上啊 那这大眼督就是老子了 谁抢个谁气啊 别怪老子不客气啊 他奶奶呢 这真是个好东西啊 老胡 这回咱他们发了 哪能讲那么多废话 咱手说两句 也没人把你当俩吧 靠灯 这动了 动了 老胡 这玉就归咱俩了 王先生你说实话 这玉佩是哪来的 是老书记 我实话实说吧 这是我爸当年 新疆打仗的时候 从一个黑狐狗肥手的死尸上扒的 你能不能具体说说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当时除了觉得颜色跟质地都不寻常 上门刻那些秦关上符号之外 也不特意之处 这一当回事 是啊 可惜这些人都不在了 这块惊绝玉又极精一手 来源已经无可考证了 王先生 刚刚那眼球玉石给我看看吧 不行 这怎么能给啊 你急什么 我看完自然还你 别废话 这玉是我们家的 让您洋人看见没完没了 算什么事啊 我怕你瞧眼睛也划不出来 你俩别抢 给我这当队长的点面子行不行啊 我做主 先让杨小姐 喊 喊五分钟 好啊 你跟着 你你你 哎呀 这碎了可怎么办呢 我不是 我是 这 我 我这不也是一番好意吗 没想到 他娘子怎么这么不解释 是啊 让我找找碎片 给粘起来 行啊老虎 帅了他妈帅了 该捡了 哎 好不容易拿了个值钱的 都 王大哥 你看 看什么呀 碎都碎了 你看 头顶是什么 这 啥时候出来 这么大一只活动眼球啊 蛇 蛇 蛇 是蛇团成了一团 草团娘子 看我射死了吗 不要轻易王公 啊 大家快跑 楚剑 这些人要倒上去 烟火彻底烧了他们 好 哎呀 大家快撤 这蛇的数量那么多 火灭是迟早的事儿 老虎 找不能坤我啊 不会的 这座神兵应该是与王公同样重要的场所 这里面肯定有暗道连制地下王公 老虎 老虎 这里有虎 天呐 十六个门 开往哪里走啊 狐队长 手快倒下来 我相信 我看着神殿的十六跟十柱的布置 与透地十六龙排列相同 看待古墨 曾有用到这种相同的机关布置 走这条 千里寻龙 求其左右 顺扬武功 因总其意 开转 成功了 大家快下来 就这样 胡八一等人开启了密道 走向金爵王国的地下王公 而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究竟是金爵古城埋葬新年的宝藏和秘密还是深不可测的死亡呢 敬请期待鬼吹灯第四集 OP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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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